一本零五章 大战来临 墨天哥点头没有与他废话 直截了当地问 于家主准备什么时候出击 于家主看了一眼上空的防御罩 再看了看远处密密麻麻的斗法身影 又坚定了神色 现在 那凡人和地阶修士呢 听得此话于家主脸上露出苦意 我已将他们迁到后晒 如果他们能活下来最好 要是活不下来 只能怪他们自己命薄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 墨天哥上前一步 在自己的位置旁布下简单的防御阵 便开始掐起发掘 闭上眼睛 练口诀 随着他的口诀 四象症忽然发出一阵亮光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出现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象之光 夜闪之后 中间便开出一道缺口 于家家主喊道 各位同道 若是撑不住的 就请赶快进正 听到如此喜讯 激战中的修士无不欢愿 有人咬咬牙坚持斩杀妖兽 有人神色一松往缺口中乱来 但凡有妖兽追赶 便捡那四个方向的四象之光 一跃而来 将侵入者撕咬住 于家家主积极为修士 一重缺口中跃出去 与妖兽撕打起来 尽管墨天歌早已在 出离太康山的那天 便看到人妖相搏的场景 然而 比之今日 却远远不及 俗世间 猎人猎兽 偶尔葬身受负 修仙界 人猎妖 失守 便被妖团 但不管怎么样 平日都是人占据统治地位 如今 却不是如此 认真的说起来 妖还是要多一些 这场厮杀 就变得更加的惨烈 妖牙爪并用 人法宝福禄其出 互相挤在一起 有时是人杀妖 有时是妖吃人 幸好这一次 没有五阶以上的妖兽 操纵这四象证 莫天歌并不觉得多么吃力 只是时不时的要吃补灵丹 补充灵气 韩清宇和魏加斯二人 就守在正法缺口 以减轻他的压力 而洛芬血则守着他 为他吃丹 向周围的修饰 缠达他的意思 这场战斗 莫天歌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只觉得血流成河 有好几次 他想放弃了进入须天境 不管别人死活 然而 挨挨可畏的正法 还是让他意识到 自己肩上的重担 就算走 也要布置一下 否则他自己 就要先被正法反噬了 五阶妖兽 那是五阶妖兽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莫天歌猛然抬头 看到天边飞来的两只妖兽 一瞬间 他和洛芬血的脸色都刷白 五阶妖兽 结单出奇 这里全是筑基奇的修饰 而且还有密密麻麻的低阶妖兽 天歌 韩清玉喊道 放弃 放弃正法 走 莫天歌一咬牙 低声念了几句 换了几个指觉 便一拉落分血 记住白丝怕 猛然往正法缺口处串去 他暂时用密法将正法震住了 没人主持 估计可以支撑半个时辰 这个时间要打要逃 想必也有个结果 师姐 四人会和 莫天歌问道 怎么办 韩清玉扫了一眼 四周的修士们已经开始惊慌逃走 他只能苦笑 我们 我们也趁乱走吧 撑不住了 四人都是一阵无言 韩清玉一拉落分血 叫道 分血跟我走 你们两个自顾自伴 如果逃出去 如果逃出去 就在附近分院会合 知道了 落分血跟着韩清玉 是因为韩清玉修为最高 而莫天歌与魏加斯二人都是筑记忠奇 斗法经验又都很丰富 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脚踩白丝帕 手握飞天梭 迷魂灯和飞针都备好 另外悄悄地摸出了顿底池备用 假如运气不佳 遇到那五阶妖兽 莫天歌打算发动顿地池 立刻顿出千里之外 再发动须天镜 藏进去 虽然早已这么打算好 如今面对实况 他仍然感觉手心汗筋筋的 那日操纵四项正 与一只五阶妖兽相斗 一是因为正法之危 二是因为那妖兽早已被别人 拖得很疲惫 他的炼神诀才可以一击得手 如今他是半点把握也没有 记住飞天梭 莫天歌左冲右突 完全不再留守 飞天梭收拢 便见一个个妖兽从空中跌下 他毫不停留 杀完一个立刻去杀挡住路的另一个 有时碰到二三阶的妖兽 就同时甩着俘虏 力求迅速克敌 血肉横飞 鲜红扑地 每个人都在疯狂的厮杀 天歌 后面 听到落分雪的身影 莫天歌预示着白斯帕 瞬息升空 一个侧转之后 看到眼前的东西 一只五阶双头鹰 真是倒霉 只有这两只五阶妖兽 其中一只 居然盯上了他 莫天歌脸色已白 手已按住顿地尺 但那双头鹰 已经一盏翅 飞了过来 凝聚在手中的灵气 没有发出 便被打断了 莫天歌在白斯帕上 一番跟头 飞天梭 瞬间出手 这还是他第一次 对上真正意义上的高阶妖兽 五阶妖兽 结单初期 当年以二叔的斗法经验 与五人合围 仍然被重伤 可见其战力 还有那瑜伽修士 与周修士 若非他们飞行法器出众 恐怕也撑不了那么久 如今他一个人 如何能对付 所以只能闪 找机会逃走 白斯帕既可防御 又可飞行 若是防御的话 自然可以挡住 妖兽的竖机 可这终不是办法 只能尽量躲开攻击 再用飞天梭骚扰 尽量拖得一时半刻 好让他有用 遁地尺的时间 他果然还是失散了 真正面对高阶妖兽 他连用遁地尺的时间 都没有 天歌 洛芬血焦急地看着 却见墨天歌 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 飘渺如云 迅捷如风 几乎让人 看不清他的身影 绵绵是躲避着五阶妖兽 却仿佛 他在动弄妖兽 洛芬血有些呆了 他早就知道 这个化名师妹 身世坎坷 颠沛流离 早在流浪之时 已经历过众多的厮商磨难 与他们这些平安长大的 门派精英弟子不同 可没料到 竟然刚刚驻击 便有这段战力 能与五阶妖兽周旋 看来他自己要努力的地方 还很多 风雪 发什么呆 耳边传来一声呵斥 却是魏加斯 替他挡下了一波攻击 露视了他一眼 请管好自己 可是 他话还没出口 就见魏加斯 欲是非剑 往那只五阶双头鹰杀去 这只五阶双头鹰 早已被墨天歌 闪得心头大怒 两只爪子不停地拍着 雷电一道道 向墨天歌劈来 墨天歌心中 其实焦急得很 别人看不出来 他身在其中 非常吃力 五阶妖兽的攻击 哪里是那么好躲的 若非他有白斯帕 这样的法宝 恐怕早就被击落了 此时魏加斯忽然杀来 一剑砍在双头鹰的翅上 虽然那翅膀坚硬无比 而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却让墨天歌喘了口气 但他立刻叫道 魏师姐 别管我 我有办法逃走 听到此话 魏加斯愣了一下 但墨天歌一直朝他使眼色 他犹豫了一下 便抽剑飞里 双头鹰又是恼怒的一爪爪来 墨天歌纵身又闪 这一次 他一边闪 一边将之代理战场 一旦他逃走 这鹰必定会奉而攻击他人 旁人就散了 骆分雪本人就在周围 他不想把这祸事 引到他们身上 何况 他习惯了这妖兽的节奏之后 闪起来就觉得轻松多了 妖兽毕竟是妖兽 不会用福禄 不会用法宝 只会用自己的身体 和天生的几个法术攻击 怎么比得上聪明的人类修士 到后来 墨天歌甚至有了闲心 用飞天梭去引着双头鹰攻击他 以调整方向 双头鹰气急败坏 忽然正是高高飞起 居高临下的望着墨天歌 然后一张嘴 一道粗大的雷柱 便从他嘴里喷出来 墨天歌大惊 这鹰一直暮暮呆呆 没料到竟突然发威 来不及思考 他身体翻转下来 将白丝帕 抓在手中 再张手一挥 白丝帕 化为密密实实的砖墙 将这些雷光 全部挡在他的上口 只是他毕竟只有筑击中期 这白丝帕 即便是件法宝 威力也不够大 隔着砖墙 他仍然感觉到强烈的威压 从上面压下来 身体摇摇欲坠 他几乎站不住 五阶妖兽的雷光威力 透过那层砖墙 向他密密实实的压下 他感觉到筋脉俱正 一蹭蹭的疼痛 丹田猛然压缩 灵力几乎被挤得一滴不上 也许是靠着一股意志 也许是被激发出了潜力 尽管嘴角已流下血 莫天歌仍然没有倒下 他可不想就这么死了 终于那雷光柱 渐渐变弱 最终消失 感觉不到任何力量 莫天歌突然腿一燃 倒了下来 丹强依旧化作白丝帕 被他抓在手中 倒在地上 他觉得眼前模糊 似乎立即 刚才一下 已经用尽了 正面对抗 五阶妖兽的法术 恐怕没有一个 助击中击修饰敢做 莫天歌躺在地上 发现自己 居然有心情想这个 那双头鹰似乎刚才被气急了 此时落在他身前 也不急着上前灭伤 而是得意地鸣叫了一声 五阶妖兽 相当于杰丹初期修饰 有了初步的思维能力 刚才被他那样傻弄 一定很愤怒 莫天歌这样想着 不禁笑了 手心握紧 这妖兽看着他的神色 偏过脑袋 竟然露出疑惑的目光 莫天歌见词 难难念的 想知道人类的情绪 你还太早了 话音刚落 双头鹰似乎看到他眼中 狡邪的笑意 但他还来不及扑上来 变成眼前的小虫子 一下子消失了 千里之外 莫天歌吐出了一口血 立刻闭上眼 莫念口诀 刚才真是散他命大 那只鹰没有立刻击杀他 让他有了时间启动顿地尺 但千里的距离 对五阶妖兽来说 也不过几夕而已 那妖兽要是循着他的气味而来 可就危险了 他得尽快进入虚天境 口诀念出 他眉心慢慢浮起一颗缠斗大的光 那光随着他的口诀越来越亮 渐渐变成一颗硕大的珠子 却是一下将他吞了进去 趴在虚天境的小屋里 莫天歌再度吐出一口血 有个小东西摇摇晃晃地跑过来 凑到他身边 呜呜地叫了一声 莫天歌勉强睁开眼 看到是他前段时间 无意间抓回来的烈火兽 他勉强地笑了笑 今天可没时间 为你吃东西了 话没说完 他头一中 栽倒栽地 本集播剧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